最近围绕贵的问题引起了很多争吵 游戏也不例外 猛兽派对一直热度很高 发售前我在线下展会 也曾目睹它大排长龙的盛况 万万没想到 逼了三年 好不容易发售了 98块 Steam评分 差评入潮 一切的起因就是 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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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贵 被批贵的游戏 当然也不止猛兽派对这一个 还有很多更大或者更小的游戏 都难逃被喷贵而收获大量差评的命运 很神奇的是 尽管游戏平台确实赋予了 厂商自主定价的权利 尽管每个玩家平时爱玩的游戏都不一样 消费能力也很参差 但当一款新游戏出现在货架上时 我们扫一眼心中自有估价 20 98 198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秒 全靠直觉 而且这个估价 虽然从厂商的角度是很难接受的 竟然还挺统一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比较统一的直觉 统一的预期定价 或者说这种直觉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把Steam这样的平台比喻成菜场 玩家呢就是每天来逛菜场的 最常做的事就是货比三家 我们会很自然的在看起来差不多的同类游戏之间进行比价 那这个标准是越好玩就能卖越贵吗 很遗憾 不是 不然Forspoken不能卖70刀 这尾也绝不敢卖60刀 游戏这种商品跟电影啊书籍差不多 都是你没办法百分百确认它好玩 合适你之后再购买的 所以即便有媒体评测啊 试玩版这些辅助你决策的信息 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主要 依靠一个游戏最表面的东西 来判断这个游戏值多少钱 3D的比2D的贵 写实的比卡通的贵 因为不管好不好玩 画面表现越好 至少说明它的制作成本很高 但我买回来呢就可能不太亏 而游戏的品质或者说口碑 虽然决定不了掉牌价 但是可以决定游戏多久开始打折 以及折扣的力度 如果是育碧 虽然游戏画面很好 类型正统 但是内容总是很空洞 英灵殿和杜神记 一个月就打骨折 当然游戏口碑好 甚至还会有人想涨价 巫师三 虽然现在是靠打折文明天下 但发售之初一毛没降 卖了600多万套 半年以后才开始第一次大幅打折 当然也会有模型概括不了的例外 比如任天堂 必须承认任任天堂的游戏 非常独特 同时也很贵 除了那些电堂级的游戏 比如马里奥奥特赛 矿野窒息 卖你300 明显是卖便宜了 还有很多明显是品牌溢价 十多年的老游戏 HD化 卖60刀 不管外包给哪个公司做 不管2D 3D 多大的IP 只要挂在任天堂名下发行 在杨城湖的水里一涮 通通60刀 当然还会有些别的情况 小众的游戏 比如蚊子冒险 日本人卖的游戏 比如香草舍 SE 都会有自己的溢价 还有宝可梦 即使是万代做的宝可梦随乐拍 也可以卖60刀 如果有朋友好奇 这个被反复提到的60刀 也就是所谓的全价游戏 当然次时代一刀 全涨成70刀了 这个60刀 是市场和场上 一起摸索和竞争出来的结果 在PS3 Xbox 360时代定型 算是一种习俗 总之 在整个浩瀚的游戏市场里 玩家对一个游戏应该卖多少钱 是心中有B数的 第一了 良心游戏 高出太多 疯了吧 所以其实 厂商能做选择的定价 只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范围 在这个范围里面灵活 可是既然市场早已对游戏售价 给出了一个约定俗成 为什么还是有厂商在定价上 表现得很没有B数 这就涉及到很多厂商 尤其是新手团队的定价策略了 依据成本估算售价 这个很有意思 假设 我们有一个国风小游戏 玩法是左滑右滑 选择路径来让你的小兵变多 然后和路上的敌人比大小 名叫排排小鸡 跑跑跑 是不是很新颖的玩法 你们都没有见过 第一步 核算成本 这个游戏 三个开发者花三年开发 总共花了150万 第二步 估计销量 排击跑不是什么有名游戏的续作 那我们只能多找几个 已发售同类型的对标 用Steam Spy这样的数据平台 调研一下他们的销量 估计一个区间 比如2万到5万份 第三步 根据营收计算定价 所有游戏销售的收入 在到达开发商手上之前 要先被平台抽成 Steam 30% 然后是发行商抽成 假设还是30% 最后为了确保一定不会亏钱 用预估的最低销量 2万来计算一个回本最低价格 这样算排击跑需要定价 153才能保证回本 大家可以看到 按照成本算价格 其实不是很现实 因为如果真的按153定价 排击跑的销量就不会是2万 而是零 这种定价方法并不是真的完全没有用 在立项的时候 它可以用来估计成本 估计需要多大的团队 多久必须做出来 看看怎么融资 但是如果真的等到项目危机 开发成本失控 再想要通过提高定价来回本 基本上就是做梦了 那这么看猛兽派对要么是找错了对标的对象 没看糖豆人而看了永结无间 要么是过于低估了自己的销量 或者高估了自己的人气 不管是什么原因 猛兽派对想要在这个时候靠定价来挽回已经失控的成本 那就是亡羊不牢 我们如果这样一个个去算的话 那能回本的单击独立游戏几乎是屈指可数的 暗影火俱成 风来之国 这些开发成本比较高的游戏 算来算去 最乐观也是将将回本 独立游戏 面对这个市场有点残酷 如果没有天使投资 这就意味着大部分项目一开始就注定了 还是不立项比较好 能回本就算胜利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一口价销售 这个盈利模式怎么看都不科学 不联网时代了 从所有人兜里掏一样多的钱 当然不如从有钱人兜里掏更多的钱 这就要说到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概念 价格歧视 歧视嘛 本意就是差别对待 见人下菜脸 价格歧视就是卖方根据购买者的 不同特征或者情况 向不同的买方收取不同的价格 同样的产品 卖给穷人的价格低 卖给富人的价格高 把所有人的钱都给赚了 放到现实生活中 当然很难实践完全的价格歧视 因为大家信息都是公开的 不会有人花更多钱买一样的东西 但是有钱人会花更多钱 买稍微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游戏的豪华版 手机的Pro版 大容量版 差别微妙 但是贵很多 都可以当成是利用了一点价格歧视的思路 游戏领域 最不受限制 最放肆的价格歧视 就是内购 内购允许玩家免费或者低价入场 可以让更多玩家玩到游戏 又可以用很小的成本 依次收割消费意愿比较强的玩家 对于这些根植中国 很多销售要依赖中国市场的开发者 如果真的想要聪明地赚钱 就更要利用中国市场的特点 也就是贫富差距大 更适合利用价格歧视的思路 一边让更多人玩到游戏 一边让富哥富姐大力冲钱 其实不仅是中国 放眼全球 免费加内购 都是越来越流行的 《守望先锋2》 《光环无限》 甚至刚刚推出的CS2 都是推出首日就是免费游戏 靠Battle Pass和内购赚钱 千万不要小瞧内购 CS2发布后的前40分钟里 就营收4000万美元 当然 猛兽派对 既有普通版 豪华版 又有内购 但如果他把入场券价格 定得再低一点 就算还有内购 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那么失望 因为内购我可以不买 玩还是要让我玩的 当我遇到那种 有点想玩的气氛游戏 也经常是看研价格就被劝退了 但是劝退归劝退 为什么会感到生气呢 仔细想一想 卖的贵 一价高的东西那么多 大家一般绕路不买就算了 怎么还会去骂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玩家会感觉自己被背叛了 游戏虽然不是必需品 但游戏 尤其是国产游戏 往往会在发售前 猛烈散发一种贴近社区的气味 大家都是老乡 国产这个标签 也会得到更多玩家的关注和宽容 但一旦产生了这种亲切感 想要在变现的时候甩掉 摇身变成冰冷的厂商 那就不行了 糖豆人和猛兽派对 刚上市的时候 美区Steam售价都是20美元 但糖豆人的国区售价是58 猛兽派对的国区售价是98 有那么点老乡坑老乡的感觉了 普通的保险中介来找你推销 你会甩甩手走开就算了 但如果你的朋友来找你推销 你就会非常不爽 就是这个道理 回到游戏定价的话题上 最后我想说 一款游戏一开始定价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后来调整价格的策略是否还能挽回口碑 在讨论甚至是骂战的风波过后 在价格回落到一个正常的区间的时候 成归成 土归土 游戏自己会完成对自己的救赎 关于游戏的讨论 还是会回归到内容和品质上 毕竟玩家最终最在意的还是 游戏要好玩 对了 我在研究游戏定价历史的时候 碰巧发现了可能是历史的第一个色情游戏 大家感兴趣的话点个赞告诉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